接下来为您播出法律讲堂生活版 是丈夫要置他于死地还是凶手另有其人 我三次被自杀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夜色降临 在某城市的酒吧街上 人们时而攻仇交错 时而欢声笑语 人们借助着酒精释放着一天的工作压力 这个时候在酒吧的一个角落里 一个长发女人站起身来 把手中的酒杯是狠狠地砸在了地上 歇斯底里地大笑了起来 这边笑还边扭动着身体跳起了舞 可是这个女人不仅仅跳舞 竟然跳起了脱衣舞 这场夜舞是引来了不少的围观 人们借着酒劲而瞎起着哄 大声地喊着脱 脱 脱 当这个女人一件件退去自己身上衣服的时候 一个男人突然冲了上来 大声地喊着 姐 你别闹了 赶紧回家吧 说着脱下了自己的衣服 披在了这个女人的身上 一把横抱起了这个女人 匆匆离开了酒吧 而与此同时 在酒吧的另一个角落里 一个戴眼镜的男人 拿着手机竟然偷偷录下了这一切 同时脸上还露出了一丝得意的微笑 这个女人为什么要当众跳脱衣舞呢 而这个用手机记录下的男人 究竟有什么企图 当天李娟和自己的丈夫王伟在家 不知道为什么是吵得不可开交 这一气之下王伟是摔门而出 而在家的李娟一个人又气又恼 喝起了闷酒 这突然有人敲门 这李娟开门一看 竟然是自己那不争气的弟弟李刚 李娟心情本来就不好 见到弟弟更是不耐烦 怎么是你 你来干什么 是不是又来找我要钱 你赶紧走 我可没钱给你了 李刚见自己的姐姐心情不好 指着桌上的啤酒 嬉皮笑脸的说 哎呦我的姐呀 谁惹你不高兴了呀 一个人在这喝闷酒 走走走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一个人喝酒 太没劲了 说着李刚连拉带哄的 就把李娟带到了酒吧里 李娟心情不好 就想借酒消愁 一醉方休 原本有着不错酒量的李娟 没有想到 刚喝了一小杯 就头晕眼花 李娟也许是因为酒醉 控制不了住自己的意识 所以啊 就在酒吧里头 刷起了酒分 对着酒吧里的东西 是又摔又砸 李刚见事情闹大了 自己收不了场 想偷偷的溜走 可是酒吧的老板 哪肯放过他 就拉着李刚 要求他赔偿损失 李刚没有办法 就打电话 叫来了自己的姐夫 王伟 王伟赶到酒吧之后 刚好碰见自己的媳妇 李娟在那里又唱又跳 竟然还跳起了脱衣舞 王伟并没有及时的阻止 自己的媳妇 而是拿起了手机 偷偷记录下了这一切 这就是我们开始所讲的 李娟醉酒跳脱衣舞的事 丈夫王伟见妻子李娟 在酒吧醉酒出仇 不去制止 反而用手机拍摄 她究竟是什么用意 莫非这两口子之间 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恩怨 李娟酒醒之后 将如何面对丈夫 拍下的这段视频呢 第二天李娟酒醒 王伟竟然拿着在酒吧的照片 威胁着李娟说 我告诉你李娟 这离婚啊 我离病了 你看一看这些照片 如果你再不同意离婚 我就把照片挂到网上去 让大家看看你这个行业精英的真面目 李娟看到自己酒后失态的照片 是又气又恼 狠狠地甩了王伟一个巴掌 你太卑鄙了王伟 既然要离婚是不择手段 我告诉你 我就是不离 这王伟冷笑一声说 李娟 这离婚我是势在必行 你离也得离 不离也得离 我再给你两个月的时间 你好好考虑一下 否则你可不要怪我不客气 这两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难道李娟醉酒出丑 是王伟一手策划的吗 因为这件事 李娟的心情是跌到了底谷 他决定出去旅游一下 调解一下自己的状态 可是没有想到 刚踏上西部的火车 却发生了一件更加离奇的事情 原本李娟在火车上睡觉 可是第二天一起来 发现自己竟然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更为离奇的是 所有的人都一口头声地告诉李娟 他在火车上自杀了 李娟是一脸的迷茫 他实在想不起来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 医生指着他包着厚厚纱布的手腕说 你难道想不起来自己自杀了吗 你看看这手腕可伤得不轻啊 李娟愣愣地盯着自己受伤的手腕 狂轰地努力着想着火车上的经历 李娟隐隐约约地记着 他在火车上睡觉 凌晨起来上厕所的时候 好像有人从后把他打晕了 之后的事他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想到这李娟是大喊着 我没有自杀 我没有自杀 是有人要害我 是有人要害我呀 在李娟强烈的要求下 医生带着李娟来到了当地的派出所 进行了报案 警察看着情绪有些激动的李娟说 你说有人要杀你 你倒是说说看 是谁要害你 李娟想了想 目光坚定地说 王伟 一定是王伟 你有什么证据吗 李娟此时无力地摇摇头 突然情绪激动地大声地喊着 这还要什么证据吗 他想要跟我离婚啊 我不离 他就是想要杀了我 警察看到歇斯底里的李娟 又看到医院送来的病例 初步判断 李娟可能是因为精神上受了刺激 明明是自己在火车上自杀 却妄想着说有人要害他 所以警察只是安抚了李娟几句 并没有受理他的报案 从派出所走出来之后 李娟惶恐不安 他认定丈夫王伟要杀害自己 幸亏这一次侥幸逃命 可是自己逃得了初一也逃不了十五 下次该怎么办呢 李娟为什么坚信是自己的丈夫王伟要杀害自己呢 难道王伟真的是为了离婚 不择手段地置李娟于死地 他们夫妻之间能有多大的仇恨呢 这李娟和王伟是相亲认识的 两个大龄青年认识没多久之后啊 就匆匆登记结了婚 由于婚前缺乏了解 婚后两个人的感情生活并不顺利 总是磕磕碰碰的 李娟自己啊 有一家广告公司 生活中的李娟是多疑强势 对王伟是根本不相信 在家里头是唯我独尊 事无巨细 所有的事情都要由自己说了算 而王伟又偏偏是个大男子主义者 脾气暴躁 李娟所有的事情都要过问 常常喋喋不休的对王伟进行刨根问鼻 王伟受不了李娟这样的叨叨 所以两个人是经常的吵架 这三年前 在建筑工地工作的王伟是被单位派到了外地工作 不见面的两个人啊 倒也消停了一段时间 可是一年前 这王伟竟然向李娟提出了离婚 两个人在为离婚的事争吵的时候 王伟索性摊了牌 李娟 我告诉你吧 我外面是有人了 这婚你同意也得离 不同意也得离 原来在王伟外出工作期间 王伟认识了一个女孩 这个女孩叫做小芳 小芳性格温柔多情 说话是细声谈语的 而且与李娟这个强势多疑的性格是截然不同 小芳让大男子主义的王伟得到了久违的温暖 两个人很快就同居在了一块 王伟计划着先跟李娟离婚 然后再跟小芳结婚 在王伟同李娟多次离婚争吵的过程当中 李娟根本无意跟王伟和好 而且也不同意离婚 就这样拖着 两个人是水火不容 可是一个月前 小芳竟然是怀孕了 丈夫王伟与情人有了孩子 离婚风波再次升级 你跟那狐狸精是名不正言不顺 生的那孩子就是一个私生子的命 这婚啊我就是不离 除非我死了 李娟软硬不吃 被逼急的丈夫放下狠话 李娟我告诉你啊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不要以为我不敢杀你 李娟频繁落入死亡陷阱 究竟谁是背后的凶手 我三次被自杀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王伟想着给小芳一个完整温暖的家 想着给自己未出生的孩子一个婚生子的身份 所以更加着急着要跟李娟去离婚 这李娟知道这事之后是幸灾乐祸的说 王伟听说你要当爸爸了 真可惜啊你跟那狐狸精是名不正言不顺 生的那孩子啊就是一个私生子的命 这王伟着急着要跟李娟离婚啊 所以他一改常态 讨好的对李娟说 李娟你看我们是夫妻一场 我们就好聚好散 如果你同意离婚 这家里的财产我一分钱也不要 我近身出户这还不行吗 可李娟根本不吃这一套 你少来这一套 这婚啊我就是不离 除非我死了 这王伟一看好的不吃硬的也不吃 于是攥紧拳头对李娟说 李娟我告诉你啊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不要以为我不敢杀你 你杀呀你杀呀 有本事你把我杀了呀 你把我杀了 你就可以取那个狐狸精了 这王伟对李娟的态度啊 是无可奈何 拿起手边的杯子是砸了一通 发了一顿脾气就摔门而出 而李娟呢心情不好 就在家喝了起了梦酒 没有想到弟弟来了 就拉了自己去了酒吧 这就是我们开头所说的那一幕 李娟酒醉跳起了玻璃舞 可是没有想到第二天 王伟竟拿着这些自己出丑的照片 威胁自己 心情不好的李娟就坐着火车出去旅游 可是没有想到在列车上就发生了被自杀的这一幕 回到家中的李娟心神不宁 她害怕王伟再次威胁自己 成天惶惶不可终日 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 李娟天天待在家里头 不敢出门 可是没有想到 一周之后在家的李娟 再次遭到了死亡的威胁 这天中午 李娟的邻居从外买菜回来 路过李娟家门口的时候 能见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煤气味 邻居想提醒李娟关好煤气 当他怎么敲门的时候 李娟就是没有硬打 随着空气中煤气味越来越重 这邻居心想不好 肯定是出事了 于是拨打了110报警 警察来了之后 强行打开了李娟家的门 这开门之后 屋内全部是浓浓的煤气味 而此时的李娟 这双眼紧闭的躺在床上 不省人事 经过医院的抢救 李娟是在此死里逃生 好心的灵迹劝慰着刚醒的李娟说 这姑娘啊 你有什么事想不开的 怎么好端端的要自杀呢 李娟瞪着惊恐的眼睛 喃喃的说道 我没有自杀 我没有自杀 肯定是有人要害我 姑娘 你傻了吧 这家里就你一个人 而且门也没有被撬动的痕迹 谁要杀你呢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真的像邻居所说 是因为李娟精神失常 真的是自己自杀了吗 这次的李娟并没有报警 她是回到家中 细细检查了家中的摆设 她发现自己的衣服 有被翻动的痕迹 而且王伟的衣服 也有一些不见了 甚至自己的存折 现金也不翼而飞 李娟又想到 自己邻居报警的时候说 自己的家门 根本没有被撬动的痕迹 所以这个想谋害自己的人 肯定有家里的钥匙 除了李娟自己之外 有家里钥匙的人 只有李娟的丈夫王伟 还有自己的父亲 李娟从小就是父亲的掌上明珠 父亲根本不可能害自己 那么这个人肯定就是王伟 李娟带着自己的怀疑 又来到了小区物业 要求想看一看 出事当天的金空录像 物业的工作人员也十分配合 给李娟调取了当天的录像 李娟通过监控录像 发现自己出事那天 王伟回来过 而且神情紧张 看到这里 李娟认定了自己这一次的被自杀 还是王伟一手策划的 李娟这次带着证据 向警察报了案 警察这次受理了李娟的报案 调取了监控录像 并且对王伟进行了侦查 王伟见到警察是神情慌张 偷偷摸摸的想要溜走 可是却被警察拦了一个正招 警察的几次问话 王伟都躲躲闪闪不正面回他 肯定是在隐瞒着什么 当警察向王伟问到 当天是否回过家的时候 王伟先是神情一紧 然后故作轻松的说 没有 我没有回去 我很久都没有跟李娟联系了 警察再三询问的时候 王伟就是一口咬定 他当天没有回去过 可是这监控录像上 明明显示王伟当天回去过 可是王伟为什么不承认呢 他在隐瞒什么呢 警察为了查明案情 把王伟控制了起来 这让李娟松了一口气 自己终于安全了 悬着的心总算是落了地 然而接下来一件事情的发生 让李娟的心再一次悬了起来 这心情大好的李娟 决定出门走一走 于是来到了地下车库 准备开车出去 当李娟走进停车场的时候 却突然发现有一个熟悉的背影 在自己的车跟前捣咕着什么 李娟为了探个究竟是 捏手捏脚地走到车跟前 想看看这个人到底是谁 可是这个人影却突然不见了 这俗话说 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紧身 李娟是立刻警觉了起来 他当天并没有开车出去 而是请来了修车师傅 对车辆进行了检修 果然不出所料 自己的车被人动了手脚 刹车失灵了 到这里李娟是惊出了一身汗 如果不是自己发现即时 这将是自己第三次意外死亡 如果说王伟已经被控制起来了 那么这个想要杀害自己的人 到底是谁呢 为了解答自己心中的疑惑 李娟是赶紧来到了公安局 他询问王伟到底有没有作案时间 警察告诉李娟 这王伟一直在公安局里头 根本没有作案的时间 这王伟果然不是杀害李娟的凶手 警察在质问王伟的过程中 他对王伟说 王伟 你当天明明去过李娟家 你为什么不承认 这王伟一听 这警察都知道了 只好叹了一口气说 哦 我是去过 那你是不是去害李娟的呢 王伟一听要害李娟 惊了一身冷汗 李安盟解释道 没有啊 我可没有害李娟 这事跟我没关系啊 那你去干了什么 警察是接着问道 王伟是叹了一口气 摇了摇头 从口袋里掏出了两张银行卡 摔在了桌子上说 哎呀 我就老实交代吧 我去李娟家啊 就是为了拿一些钱 我女朋友马上就要生了 这需要花钱啊 可是我的钱和银行卡 全被李娟给拿着 我拿不回来 我就偷偷的趁李娟不在家的时候 把这银行卡就拿了回来 我这不算什么犯罪吧 即便是也就是构成盗窃罪吧 我可没害李娟呀 原来王伟神色慌张 偷偷摸摸 就是因为他到李娟家 偷偷拿回了几张银行卡 和一些奸金 他以为自己的行为 触犯了盗窃罪 所以啊 才对警察的质问是躲躲闪闪 那么既然王伟排除了嫌疑 那么杀害李娟的这个人 到底是谁呢 惶恐不安的李娟 是再次向警察报了警 警察调取了 当时在停车场的监控录像 这发现当时有一个背影 确实在李娟的车跟前 在动手脚 当这个背影转身的一瞬间 李娟是惊呆了 这个人不是别人 自然是自己的弟弟李刚 李娟不敢相信 竟是弟弟对自己下黑手 可证据却都指向了弟弟 李娟找到了一张 被揉成一团的车票 而车票上的时间和车次 竟然跟李娟被自杀的 那辆列车是一样的 弟弟为何要置姐 鉴于死地 她是受人指使 还是另有原因 姐 请你原谅我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是被逼无奈啊 知道真相的李娟 会选择挽救弟弟 还是将弟弟送进监狱 我三次被自杀 法律讲堂 正在播出 李刚是李娟同父异母的兄弟 从小两个人的关系就不是很好 而且李刚从小不学无术 经常问自己的姐姐李娟要钱 李娟对自己的弟弟是十分的不关心 如果说这一次是李刚动手脚 弄坏了李娟的刹车装置 那么前两次跟李刚有没有关系呢 警察为了更好的侦查此案 又调取了当时李娟没记中毒的监控录像 在监控录像中发现 当天不仅王伟来过 而且李刚也来过 当天的李刚进行了乔装打扮 戴了鸭舌帽 衣服领子竖了起来 而且还贴了两匹胡子 所以李娟当时并没有认出来 看到这里 李娟惊出了一丝的冷汗 他赶紧来到了父亲的家中 父亲跟自己的弟弟李刚住在一块 当时李刚并不在 李娟立刻来到了李刚的房间进行找寻 他希望能够找到一些线索 李刚的房间很乱 东西摆的是乱七八糟 李娟是仔细的搜寻每一个角落 终于在弟弟李刚的床下 李娟找到了一张被揉成一团的车票 而车票上的时间和车次 竟然跟李娟被自杀的那辆列车是一样的 李娟在火车上自杀的时候 李刚在场 李娟没气中毒自杀的时候 李刚也在场 而第三次李娟的车被动了手脚的时候 李刚还是在场 难道这个杀害自己的人不是别人 就是自己的亲弟弟李刚吗 李娟在家是坐等李刚的回来 回到家后的李刚在姐姐的追问和证据面前 知道事情已经败露 只好向姐姐坦白了自己的罪行 李娟听了是震惊不已 可是这李刚为什么要害自己的亲姐姐 李娟呢 此时的李刚是扑通一声跪倒在姐姐的面前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的 姐请你原谅我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是被逼无奈啊 李娟心里非常的矛盾 自己应不应该把这个害自己的凶手送到监狱呢 可是没有多久 跪在自己面前的李刚 突然开始频频打哈欠 浑身抽搐 这个时候的李刚 再也顾不得什么了 在家里是翻箱倒柜的翻了起来 他拿出了一包白色的粉末 开始了吸食了起来 李娟是再次被震惊 原来自己的弟弟李刚 竟然在吸毒 原来18岁的李刚 娇有不慎 染上了毒瘾 没有钱买毒品的李刚 没有办法受控于毒贩子 毒贩子告诉李刚说 你和你姐姐是你父亲唯一的继承人 如果你姐姐死了 你就能单独继承你父亲的名下的两套房子 你把房子卖了不就有钱买毒品了吗 可是这李娟是自己的亲姐姐 自己怎么能够杀害自己的姐姐呢 这李刚根本是不同意 可是没有过多久 这李刚是再也坚持不住了 这没有毒品的日子可真难熬啊 这毒瘾一上来自己是难耐啊 于是这李刚先是计划着 利用姐姐跟姐夫的矛盾 在姐姐的酒中下药 让姐姐当众出丑 把所有的嫌疑和矛盾 全部指向自己的姐夫王伟 以便日后洗脱自己的嫌疑 然后李刚又冒着分鞋 踏上了那趟西区的火车 李刚说 他第一次在火车上 趁姐姐不备 从后将其打晕 然后用事先配好的钥匙 将李娟割腕锁在了厕所里头 造成李娟自杀的假象 第二次 李刚又趁姐姐熟睡的时候 偷拿父亲的备用钥匙 将李娟家的煤气打开 第三次 他又偷偷来到姐姐车跟前 将车的刹车装置给弄坏了 那么我们说 如果李刚杀害自己的姐姐李娟成功的话 他是否能够一个人 单独继承父亲的遗产呢 这里就涉及到 我们今天所要讲到的一个法律点 那就是继承权的丧失 根据我国继承法第七条的规定 继承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将丧失继承权 第一点是继承人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 第二点就是继承人为了争夺遗产 而杀害其他继承人的 第三点就是虐待继承人情节严重的 或者遗弃被继承人的 第四点就是伪造篡改或者销毁遗嘱 情节严重的行为 那么根据上述法条的规定 继承人如果为了争夺遗产 而杀害其他被继承人的 将丧失继承权 在本案当中 如果李刚杀害自己姐姐李娟成功的情况下 他也是不能够单独继承父亲的两套房子的 而会因为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而丧失继承权 在李刚和李娟的父亲得知了自己儿子 杀害自己女儿的事情之后啊 是心痛不已 同时父亲也为自己的失职而感到自责 李娟看着悲痛欲绝的父亲 又看看自己不争气的弟弟 心痛难忍 他也好好反显了自己 好端端的一个家一夜之间就变得风雨飘零 不久李娟就主动找到了王伟 两个人就协议离婚了 离婚后的李娟就同自己的父亲 专心挽救自己的弟弟李刚 他们先是把李刚送去了戒毒所强制戒毒 李刚的毒瘾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同时公安机关也对此案进行了侦查 他们对毒贩子进行了通缉 不久之后 检察院也对李刚提起了刑事公诉 最后法院认为李刚属于故意杀人罪未遂 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俗话说 一失足成千古恨 经历过世界冷暖之后 李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同时他也愿意为自己的错付出惨重的代价 而李娟和父亲则坚信 浪子回头经不换 他们希望能够通过亲情的感化 能让李刚重新做人 我们说在人生最无助的道路上 没有亲情是最持久的动力 只有他能给我们带来最无私的帮助和依靠 在面对财产利益分割时 我们不要为了眼前的私欲而泯灭 亲情的珍贵 好了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女子报案说八年前一个男人杀了她的账 那为什么八年之后赵春林又来举报呢 丈夫被杀后 他竟然与这名凶手同居生活了八年 可是没有想到 他才脱离虎穴 又陷入了一个狼窝 他怎会与杀害丈夫的凶手共同生活 八年前又究竟发生了什么 与凶手同居的女人 法律讲坛明日播出